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就一个世俗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蛮好奇的 假如说您也是人家的儿子 也是先生 对不对 也结婚过 然后也有孩子 这三者您觉得在世俗当中 这样子走来 您有哪一个角色 你觉得扮演的是最好的 我不是好的先生 不是好先生 不是好先生 先生 也不是好的儿子 也不是好儿子 还有一样呢 爸爸 也不是好的爸爸 总有一个稍微 有没有稍微 三个比起来好一点的 我认为我最好的还是无形的 无形的 无形的 因为我一生当中 到目前为止 我专心一致的 就是在修行 所以我最好的还是无形的成就 所以作为一个父亲 我几乎对孩子都不管 作为一个儿子 我离开了自己的父亲 那么母亲最后虽然有来 这个 我没有尽到一点 这个孝道 但事实上也是不够的 作为一个丈夫 我是不管他们的 我修我的行 几乎对自己的这个 像师母 好像我在走我的路 那他跟在后面走也好 不跟在后面走也好 你都不管 我没有往后面看 阿弥陀佛 我没有往后面看 因为我专心的 专一的 做修行的工作 做度众的工作 我对众生啊 众于自己的亲人 所以这个个性 所以有一点好的就是说 我对于众生 跟自己的亲人 几乎平等的看似 所以人家以为 将来继承真佛中的 说不定是佛亲佛妻 说不定是如红如金 其实大家都看错了 哪一个有财阀的 哪一个证悟最高的 哪一个能力最好的 哪一个悟性最好的 哪一个是最后有智慧的 他都是真佛中的 真正的掌舵的人 而不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吗 不是一个好的儿子 可不可以多形容一些 也不是好的父亲 儿子的部分怎么样不好呢 就是说其实如果说 没有在他们身边 其实现在一般来讲 父母跟子女都不是 就长大以后都会分开的 这是正常的 可是怎么样不好呢 你是讲我当儿子的时候吗 我儿子的身份 年轻的时候 对 我年轻的时候 当然 我还没有信仰宗教以前 我对自己的父母 当然 这个亲情 还是都是有的 我也是尽了做人的本分 我是讲我修行以后 修行以后 我在我修行的范围之外 我是会关怀自己的父母 关怀自己的儿女 关怀自己的亲贱 但是没有像一般人 这样子的重视 那他们会不会有所渴望呢 比方说 当你慢慢开始 走修行的路线的时候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希望说 你能够像一般的儿子一样 这样来侍奉我们 或说你的儿子 爸爸能够像一般的爸爸一样 回家带我们 我这样子也很坦白讲 当我开悟以后 我知道这个都是一时的现象 所谓亲贱 你跟亲人之间的言 跟你爸爸的言 跟你母亲的言 跟你妻子的言 跟你子女的言 跟你孙子的言 都是一时的现象 这其中还会有很多的 无常的变化 我送给我父亲的是佛法 送给我母亲的是超度 送给师母的也是佛法 送给儿女的也是佛法 我给他们的遗产就是佛法 在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不能了解吧 你有告诉他们吗 刚开始的时候 是当然不能了解 因为小的时候啊 我每一次提到佛法 我父亲都会跟我辩论 我说有佛 他说你拿给我看 然后就在除夕晚上 我们就在擂台上辩论 变得大家不欢而散 好像我家也是 其实辩论是不好的啦 不好的 因为当子女的 要尊重这个长辈 尊重长辈 那个时候呢 你可以婉转的解释 但是当长辈 完全不听你的 这一套的时候 你就要安静下来 因为你再讲都没有用的 应该要尊敬他们 所以以前所做的 应该要忏悔 对自己的父亲啊 这样子的这个抗辩啊 是不对的 那时候应该 只是这样子的情形 您认为您不是好儿子吗 我认为我也不是很好的儿子 真的 可是我们知道 其实小时候 您也是好像被管教的 也是打得很凶啊 这个部分您 因为我不是好的儿子 所以才会被打 如果我是一个很好的儿子 我不会被打 您认为你真的不好吗 还是那时候的教育 打得比较多一点 那个时候老师也打 老师也打 家长也打 自己也不乖 自己也不是很乖 我也是很叛逆的 很 很叛逆的 我 我为什么没有去考这个正式的大学 而考军校 是因为我家里没有钱啊 大家去军校的时候啊 要洗热水澡 要五块钱的煤炭会 要交五块钱的煤炭会 我五块钱的煤炭会都交不起 冬天我全部都是洗能水澡 真是 我很独立的 而且我在金钟啊 在军校四年 服役十年 多这么多 对 有十四年在金钟生活 哇 我给你收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